哈喽大家好,我是凌晨补犬 文化资产修复的准则 就是必须要依照建造当时的传统工法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松山寮庸所所长出社 泥座的修复技术 台湾的日式木建筑 墙壁修复通常使用的是 编组甲泥墙跟木轴壁工法 编组甲泥墙顾名思义是 使用竹边的技法 加上磨土浆的方式呈现 那我们今天要请师傅示范的 则是木板形式的木轴壁工法 师傅得因应天气、材料 年代等等的因素改变作法 试着恢复建筑当时的原貌 究竟要怎么修复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现在是第一个步骤 是把铁石碗固定在木轴板上面 以前日本那个这座铁石碗 那个比较大 所以到现在部分就用这个一公文的 我们就边做边改良 铁石碗的作用是为了让第二步骤 灰浆的接触面积变大 如果只靠木轴板 久了灰浆就会薄落 因此师傅说铁石碗间气越做越小 也是同样道理 边做边改良的 还有使用铜钉或白铁钉 都是为了避免氧化哟 这个灰浆你不要看师傅随便摻了一些材料 缴获缴很简单 偷偷跟你说 师傅还添加了海菜增加粘着度 因为几十年前的材料取得不易 所以古法复原要依靠师傅一代传一代去改良 更需要心血来传承这些技术 这个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徒弟 我又要交班给他 年轻人要学 不然我退休就没轮了 我家林展群 我今年29岁 他做这行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 跟着春春师傅一起学 学到了很多旧式古迹 现代所学不到的一些技术工法 像是日式灰墙 或者是以前的线板 都是一刀一刀抹出来 一刀一刀去修饰 不像现在说是直接灌磨 上完底层灰浆后 忠诚则是延续底层的步骤 得细心的将灰浆抹平 为的是帮最后的面灰层打底 而第四步骤使用的面灰 必须使用生石灰 水、麻绒等等材料 经过约半年的熟化 也就是俗称的养灰之后才能使用 作用是相对能吸收湿气并不容易裂开 这么高纲 就是为了恢复以前的原貌啊 接下来将养好的熟灰 加入海菜及黏桌剂等等增加粘性 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步骤是师傅边做边改良的 而作用是让面灰即使风吹雨打 也会很耐用 正在我们要上白灰了 上这个白灰很会公 我也是美妃啦 二十七年就开始出来做这个 成为我们老闆 做这个就比较逼 搅拼搅拼 我也学乎的搅拼搅拼 现在这个是生模的一处而已 对不对 等一下再看有没有均匀 那个厚度我们要平均 然后等它稍微干了的话再磨一处 那白灰干了看起来就很光亮 那白灰没干的话 它以后干了就会累了 白灰上完了 我们这个整个墙壁的步骤就完成了 最后一层的面灰得重复抹平 等待干燥的过程 涂抹的时候要注意薄薄的又不能太厚 不能太用力也不能没出力 也非常的讲究手感 师傅说没经过五年的磨炼 可是做不来的 但一切的辛苦 都是为了最后这北跑跑 又迷迷光滑的质感 今天带你们来看点 只是修复工程的冰箱一角 在整个过程会面临的挑战 不可一日而允 但也是这样值得我们了解 师傅们付出的努力 松山疗养所所长宿舍 在经过师傅们的巧手修复后 最后会展现出什么样貌 等完工后要亲自来体会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